Feeding Spa 烘焙 Laboratory 为了将美味带给民众 并且行销台湾水果 开发利用来自阿尔卑池山的酵母鸡果干 加上台湾的水果 制作出新品水果面包 董事长毛金翔表示 台湾是水果王国 也借由水果面包的开发 让民众到南投游玩 欣赏好山好水的同时 也能够满足自己的味蕾 并且利用台湾水果 也可以帮助地方产业得到行销 经过了几年的操作学习 我们发现这个水果面包 是非常有精神 而且是非常可以值得 把我们台湾的农民 所呈现的水果 能够来转化成为一个好吃的 值得送礼的一个水果面包 期待大家来旅游的过程当中 不妨来体验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为台湾酝酿的 所有的水果面包 也期待我们Feeding A Team 能够带给大家一个丰富的旅游 也加上丰富的味蕾 先元苏玉成感谢毛董事长 成立烘焙研究所 除了帮助普里正产业创造新的价值 同时让有意愿学习烘焙的年轻人返乡 有就业的机会 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18度C 新产品水果面包的发表会 我想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毛董事长 开设一间这个label 这个烘焙房 让青年返乡来这边 做烘焙的交流与学习 也感谢毛董 长期为社会的公益不予一利 透过我们这个烘焙房 来创造我们普里的价值 也创造了年轻人学习 就业的机会 先元林芳于肯定毛董事长 对于新产品不予一利的研发 同时对于公益事业也做得更多 也预祝毛董事长的事业 能够整整日上 做更多的公益来回馈社会 我相信后续还会陆陆续续 开发出一些很优质的东西 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的 18度C的毛董 生意越好 它的公益做得越多 可以说是我们普里之光 可以说是一个台湾之光 值得我们大家向它的精神学习 我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我们的这个18度C的整个事业体 会发展得更好 同时工益也会做得更多 副业长排一圈肯定毛董事长 长期以来对于工益的无事奉献 也希望借由烘焙研究所 能够结合地方更多产业来研发 进而帮助地方产业得到行销 记者崇伟一 普里珍采访报道